另外來看到昨天上午金門有一名二十七歲的男子 在擦撞了機車之後逃逸 被員警看見後就追上去 結果男子在轉彎處的時候 自撞擋土牆引發火燒車 車子是被嚴重的燒毀 員警從歹人變救人 那麼合力把駕駛 跟這個乘客從車內拖出來之後 金門合力來滅火 不過駕駛雙腿骨折還昏迷 現在都送已就職 黑色小雨車擦撞一旁機車騎士 騎士慘摔滑行好幾公尺 但轿車駕駛卻踩油門一路飆車離開 沒想到金湖分局 偵察隊長剛好就在後方 撞見這一幕馬上開車跟了上去 而肇事車輛也是狂催油門 下一個轉彎處 輪胎與柏油路高速摩擦冒煙 借著後輪直接噴飛直直撞上擋土牆 偵察隊長見撞從歹人變救人 趕緊上前實力拉開已經扭曲的車門 但引擎還在冒煙 隨時都有爆炸風險 一旁目擊民眾拿出滅火器破窗 並且救火 這才終於把受困駕駛拖出 引擎內竄出橘紅色火焰 車頭已經燒成廢鐵 卸搶車殼零件散落一地 這起意外發生在20號中午 金門京城往泰武山方向 駕駛撞車後不想負責 本想溜之大吉 怎麼知道剛好就碰上警察 但他仍不肯就範飆車逃跑 沒想到把自己撞到雙腳骨折 還昏迷一波及車上乘客也受傷送醫 原本只是擦拖 沒想到駕駛的一面之間 選擇招勢逃逸 這下自己不僅重傷住院 也將面臨刑罰處置 記得周常瑜 零音符 金門報道